解告 解告位于瑞丽市东南四公里处 面积为1.92平方公里 1991年国务院批准设立解告边境贸易经济区 如今 解告已成了著名边茂口岸 这里是中缅边境上的国门 著名的中缅有一街就在这国门之旁 商号林立的中缅有一街 呈现着中缅边境的祥和 与两国人民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风貌 解告对面是缅甸的木解式 这是国界线上的戒碑 戒碑的外面是缅甸 戒碑的这一边是中国 在这里 两个国家只一杯之隔 这是位于中缅边境的瑞丽江 将水横穿解告之后 流入缅甸境内 因此 当地流行着中缅人民 供引一江水的佳话 这是瑞丽江大桥 出口缅甸的物资 都要从这座大桥上通过 解告的瑞丽口岸周围 是精美的园林 外地旅游到此的客人 都喜欢在这里留影作纪念 有人说 这是边境情节 在边境口岸的旁边 有一座小城佛教的寺院 小城佛教是公元十世纪左右 从缅甸传入云南的 因此 小城佛寺也被称作 缅寺或葬房 寺院的殿堂中 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圣像 结告边境口岸上的小城佛教寺院 以其庄严肃穆的风韵 为商贸分为非常浓厚的小镇 增加了一道宗教文化的风景线 美丽的结告 以其特有的边镇韵味 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结告经济贸易的繁荣 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国泰民安 缅甸传入云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